今天天氣非常炎熱 夏天到了用電量很兇 行政院考量7月份 也將暫緩下月的電價 現在傳出會在 這個禮拜四拍板定案 有飲料店的業者就說了 每個月這樣算下來 可以省好幾千塊 但有足足抱怨 減免他們是看得到 卻吃不到 因為不管降多少 房東的每一度電價 都沒有調降過 把紅茶凍倒入杯中 依序加入草莓醬 還有紅茶 最後倒入奶蓋 這杯奶蓋草莓紅茶 清涼又消暑 但炎炎夏日到來 7月用電量就怕暴增 傳出政院將拍板 免收7月下月電價 飲料店半開放的空間 冷氣就要開整天 還有兩台冰箱和製冰機 以及咖啡機等 耗電量高的電器 每個月光是電費 就會破萬元 像是這樣的飲料店 也很有感 因為繼6月下月 電價免收之後 7月也將免收 但會排除掉 佔家戶用電量 兩成的部分豪宅用戶 而台電將再吸收25億元 以飲料店為例 夏季為用電量高峰 每月電費都破千度 若下月電價減免的話 可以省下上千元 受到疫情影響非常非常大 掉到只剩下三成 有幫助到 假設說以前一個月 要找一萬多塊 那現在可能就是八九千吧 對啊 那實際上是有幫助到的 但是減免的電費租屋足 卻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有民眾說自己在外租屋 雖然政府不收 但是房東還是用夏季電價收費 一度收6.15元 比起一般的時候4.85元 一度就多收1.3元 一個月用300度的話 就等於要多收將近400元 看房客怎麼跟房東去談這件事 對啊 應該是他們只要去談 因為我們家也是有租給別人 如果房客有來反映的話 可以考慮 對此台電表示 房東與房客兼的電費收法 已簽訂租賃契約 需要由雙方協調 也希望減免政策 能夠降低疫情影響的衝擊 東森採電新聞 科幻明林浩宇台北報導 科幻明林浩宇台北報導 科幻明林浩宇台北報導